凌晨 作曲5ey 齐 Politics 歌曲1位打蛋 灿烂悲剧的暖洋 小明天是与你 一起温暖得定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鱼的启示 春节将近 家家户户都会购买一些年货 这些年货里自然少不了 鸡鸭鱼肉和虾海蟹 小姐要买鸡吗 快过年了 年夜饭煮鸡 家人一起吃的 那我要买这一只 好啊 老板 我要买三斤虾子 好的 每年春节 大家都会宰杀许多动物 贵的就是准备办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可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杀生 真的应该吗 红先生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学佛 从来不下生 就算是年夜饭也是挺顺食的 为此红先生颇有危机 妈 人家过年都是准备鱼肉 只有您 年年都只是准备一些青菜 儿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杀生是极大的罪过 我们过年庆祝节日 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杀生 可是最不应该的 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喜悦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啊 好了 我说不过您 有时候我真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您对待那些动物比对待自己还好 哈哈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我们彼此不应该是敌人 而更应该是朋友的 好了好了 妈 我知道了 哦 对了 我刚想起来 家里的沙拉油快没有了 我要去买一瓶回来用 嗯 好的 你出门小心点 这时候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紧接着雪花越飘越大 过没有多久 地上就是一片干净的雪白 世界仿佛被盖上了白色的被子 此时 红先生骑着机车 匆匆忙忙地赶去市场 不料 刚进入市场 就看到了一个鱼饭 摊位上摆满了鲤鱼 草鱼 鲮鱼等鱼类 周围一片雪迹和鳞片 一看就知道卖了一上午了 只剩下摊位上的那十几条鱼了 老板 我要买一条鱼 合的 请稍等一下 这条鱼 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挣扎了 但是当鱼饭刮完铃 拿刀子开始切鱼腹的时候 那条鱼还是用尽最大的力气 远居着身子 尾巴和鱼鳍全部都竖直起来 眼睛动得很大 嘴巴不停地大口张合着喘气 这条鱼 这条鱼锁成的痛苦和恐惧一定是很大很大的 不然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在这一刻 洪先生决定买下全部剩下的鱼儿来进行放生 这位先生 你也要买鱼吗 嗯 这些鱼我全买了 好的 好的 先生 我现在就帮你把它们全部杀掉 哦 不用了 我买这些鱼是要来放生的 不是用来吃的 啊 放生 是的 这些鱼已经生命垂危了 如果我再不救它们的话 它们不是被杀死 就是被冻死 我实在是不想让它们再承受这样的痛苦了 哦 你真有慈悲心 谢谢你 洪先生带着这些鱼来到了河边进行放生 将一条条鱼缓缓放入水中 鱼儿们到水中后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就慢慢地游走了 洪先生欣慰地看着鱼儿游走 正当准备离去时 却看到有几条鱼正隐约在水中跟着它 你们快走吧 以后要当心 别再被抓到了 就当洪先生以为今天的事情就此结束时 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条鱼游到离水面很近的地方 并且一直跟着它 洪先生感到非常奇怪 于是便来到水面低头看着这条鱼 这条鱼竟然也将头探出水面 看着洪先生 哦 这些鱼可真是太奇怪了 啊 这 这条鱼的眼神非常柔和 跟之前被杀的鱼的眼神相比 这条鱼不但一点都不害怕 还摇着尾巴 温柔地用脑袋顶着抚摸它的手 这哪里是鱼一样 本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它竟然会撒疆 看来动物真的有跟我们人类一样的感情 鱼儿 你快走吧 赶快游到大江大河里去吧 以后要当心 千万不要再被抓到了 在回家的路上 洪先生脑袋里还在浮现 水边它抚摸鱼儿额头的画面 人和动物真的可以和谐相处 就像好朋友一样 回到家后 他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是啊 这就是那条鱼给你的启示 动物也是需要尊重 需要关爱的 它们其实比我们人类更善良 更纯洁 是啊 今天我遇到的这条鱼 将彻底改变我 妈妈 以后我会跟你一起放生之宿的 是啊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启示 不要再伤害他们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在自己能力允学的情况下 尽最大的努力减杀放生 不必贪求放生的数量 放生的功德 放生的喜悦等等 而是真的以一个平等心 去对待一切众生 关爱一切众生 用喜悦心 关怀心 让周围的一切人 世 父母 和谐相处 富翁杀生 灾祸缠身 哇 好漂亮的车啊 这是哪位老板的车啊 啊 怎么 你不知道啊 那辆车是阿少老板的 他家产超过一万的 阿少老板 就是那个大餐厅的阿少老板 是啊 就是他的 阿少前世修的福报很大 所以今生家产上亿 可是他现在却靠杀害众生来赚钱养家 他每天早晨都会购买大量海鲜 并按照客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烹调 你们几个快把车上的海鲜搬进厨房 阿少 今天又买进了这么多海鲜呢 是啊 张老板 请进 请进 你今天想吃什么呢 我看就这条鱼吧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好的 你稍等一下 等一下就上桌的 阿辉 张老板点这条鱼 你赶快杀一杀 煮好端出去 好的 您稍等 我这就去杀鱼 老板 鱼杀好了 需要怎么做呢 张老板 可是对美食要求很高啊 就依照我上次 教给你的那种方法来做吧 好的 您放心吧 老板 哈哈哈哈 张老板一定会喜欢这种烹调方式的 嗯 哇 真香啊 张老板 你尝尝我刚发明的新菜 嗯 味道真不错 阿绍 你的手艺真不错呀 总能想出不同的美味菜肴来 哈哈哈哈 张老板 多谢您的夸奖 很多有钱的老板都是专门到阿绍这里吃新鲜的创意料理的 并且经常和阿绍一起讨论各式各样的料理方法 刘老板 你觉得这道螃蟹的味道如何呀 还不错 对了 阿绍 你这道龙虾做的可真是好吃啊 是啊 你看 这龙虾的身体还得动哦 这样吃是最原汁原味的 哈哈哈哈 真是有趣呀 阿绍创意料理的点子可真多呀 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种烹调美食的方法 哈哈哈哈 阿绍高达数亿的营业额 可都是用杀害无数众生的生命换来的 如此深重的作业 生生世世都无法还得清 杀生的果报慢慢降临到了阿绍身上 他的眼睛开始发痒 痛苦不堪 眼睛几乎都要抓烂了 好痒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公 你的眼睛怎么了 你只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啊 我有什么办法呀 去了好多家医院 连医生斗法治好 真该死 我怎么会得了这种怪病啊 果报还降临到了阿绍家中 他的女儿个性突然转变 也不跟人家玩 也不爱和人说话 一见到人便显得恐惧不安 医生 我女儿这是怎么了 她总是一个人躲着 见到人便会害怕 唉 你的女儿有心理创伤的症状 啊 医生 您一定要治好我女儿的病啊 求求您了 是啊医生 请您一定要治好她 花多少钱都没关系的 心理创伤 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我一定会尽力的 后来 阿绍的太太开始学习佛法 这才知道 家中遭遇的众多不幸 是由于阿绍杀生过多 杀业太重而遭受的果报 于是他便劝说阿绍 行善放生 老公 我今天去教育协会 听老师的讲座了 原来我们家遭遇的这些不幸 都是因为你杀业太重的缘故 啊 难道我的眼病 是受到了因果报应吗 是的 你想啊 每次你吃龙虾的时候 都会用叉子 去插龙虾的眼睛 结果现在 你就遭到了这种报应 啊 原来如此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 行善放生 勤修善果 才能弥补过去犯下的罪业呀 好的 我听你的话 开始行善放生 从那天起 阿绍把房子卖掉 将财产拿去大布施 如印经等 又放生 公斋 公养法会 印佛像 印大金姐 见到协会里 有什么可以做的 都会尽量去做 回向给过去 所杀害的一切众生 自从阿绍 礼佛吃素以后 她的眼病 竟然痊愈了 女儿的病情 也一天天好转 佛里 真是不可思议啊 爸爸 妈妈 我也要 放生于爱 世人 常常因为金钱的诱惑 而广造恶业 到功成名就的时候 总认为 是自己的聪明 和能力所致 然而 果报 是因缘 和 而成的 如果从事 杀害众生的工作 那我们的福报 一定会打折扣 由多 变少 不如意的事 会渐渐增多 等到福报 用完的时候 灾难 就会降临 人们 人们 必须 自我警惕啊 管家劝人 行善必凶 王阿姨 是一位 家事中心的管家 她心地善良 且学佛多年 从来不杀生吃肉 并且 还规劝了 好多故族 跟她一起修佛 尽杀 哦 那不是王阿姨吗 对啊 真的是她 王阿姨 请你过来我们这里 你们今天也来放生啊 是啊 王阿姨 自从您来到我家 跟我讲了 因果报应的道理后 我就经常来这里 放生 多亏了您 我才及时知道了 放生的好处 你看 我现在的身体 已过去好多了 脚痛的毛病也好了 我们做人 要有一颗 仁爱的心 不仅仅是对人 对一切众生 都要有一颗爱心 因为 爱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 我们没有了 仁爱之心 就失去了 做人的根本 这样 就可能会经历 人生中的很多坎坷 嗯 王阿姨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快看 长潮了 我们快将 同绿的鱼虾 换回大海吧 好啊 有一次 王阿姨来到了 陈小姐家当管家 陈小姐最喜欢吃的 就是残永 请问 请问有人在家吗 陈小姐 我姓王 是家事中心 派过来的管家 王阿姨 您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我等你好久了 真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久 王阿姨 这几天我总是头晕 做什么事都没有力气 现在您来了 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快 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不用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带我去厨房 我可以开始准备午餐了 也好 您跟我来 今天中午的菜 我都买好了 王阿姨 今天中午 您就做炒餐用吧 你怎么在吃这个东西啊 不瞒您说 五六岁的时候 连活的都吃过 味道特别鲜美 不行啊 陈小姐 我不能煮这个给你吃 为什么 你看 他们全是活的 都是有生命的 如果将他们煮熟 那是杀害了多少条性命啊 残庸本来就是一道菜啊 很多人都吃过的 为了口腹之欲而杀伤 可是非常大的罪过 会遭到报应的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其实过去 我也跟你一样 喜欢吃残用 嗯 好香啊 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煮残用吃 炒着吃 炸着吃 煮着吃 吃过的残用 不计其数 后来 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头像残用一样 摇个不停 去了许多家医院 到了很多医生 可是这病怎么治都治不好 那时候的我非常煮旺 好在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她让我明白了事情真相 小丽 你这是杀生而得到的果报啊 你以后可不能再吃残用了 啊 难道我这病是因为吃残用而得到的吗 是啊 你杀生太多 吃下的每一个残用 都是一条生命 那些残用被你杀死 吃进肚子里 便产生了报复心 你吃的越多 报复心便越重 遭受的果报便越力盘 真小姐 我不想让你重蹈我的复彻啊 不要再吃它们了好吗 好的 王阿姨 我听你的 陈小姐听了王阿姨的话后 虽然不吃自己最爱吃的残用了 但是喜欢的海鲜 鱼类还是仍然在吃 这一天 她又去市场采购新鲜的鱼类 陈小姐 你好久没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你看 我刚进的残用 个个都是活的 要买一些吗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不吃残用了 真奇怪 她不是最喜欢吃残用吗 怎么会突然不吃了呢 这位小姐 看看我的鱼吧 多新鲜啊 要买一些吗 好的 你抓一条最大的给我 好啊 我这就抓给你 然而 就在鱼饭抓鱼的时候 一辆载货的货车 突然失败 朝陈小姐撞一过来 啊 哎呀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 唉 别提了 算我倒霉 我正在市场买鱼 谁知道 会被一辆 失控的货车 撞到了 啊 你去市场买鱼 你买鱼做什么 我现在不是不吃残用了吗 所以 我就想买条鱼 今天中午做来吃 哎呀 你可真糊涂啊 鱼跟蚕蛹一样 都是有生命的 吃蚕蛹会遭到果报 难道吃鱼就不会了吗 王阿姨 难道我今天的灾祸 也是遭到了果报 是啊 陈小姐 你以后再也不要 做杀生的事情了 嗯 王阿姨 认识了您 我真高兴 您真是佛菩萨派来 度化我的 请您带着我 一起学佛行善吧 嗯 好的 陈小姐的脚上 刚刚复远 她便跟着王阿姨 一起到户外放上 求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加持 让我能有一颗 慈悲仁爱的心 让我能对众生受的苦 感情深受 让我能够有一颗 观世音菩萨那样的 柔软心 从此以后 陈小姐便不再杀生 坚持放生 吃素 她的身体 也越来越好 身上的病痛 也都不治而遇了 陈小姐 你现在的身体 已经非常健康了 不需要我来帮忙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不再来了 王阿姨 谢谢您 是您让我明白了 因果报应 如果没有您的孝导 我以后的结果 真是不犯设想啊 不用客气了 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颗仁慈的心 想到自己 就能想到别人 那就一定会 身心和谐 家庭和睦的 嗯 谢谢您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 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怀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 从事监狱教化 寄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 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新逢世家摩尼佛 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 即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 即佛前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生命殿市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不动佛灌顶 即四臂百观音操建 恭请尊贵的 难给切令 人拨切组法 日期5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9点半 不动佛灌顶 下午1点半 四臂百观音操建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人拨切简介 尊贵的南给切令 人拨切来自布丹 九岁出家 35岁时 经人谦法王 任命他为 丘陵塔昌寺住持 经过八年 对寺院无倦的服务 尊贵的人拨切 自行辞去了 该寺方丈的职位 至布丹遥远的 高山上闭关 去年闭关功德圆满后 经布丹 竹巴 嘎举南给 佛学会创办人 青梅多杰 忍波切 力邀 前来台湾红法 因疫情因素 将忍波切 蓄留台湾 利益众生 南无灭除一切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 微得生如来 南无灭除一切 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 微得生如来 念诵一遍 能极深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